您也觉得陕西话说出来粗俗吗 大家好 我是冰蛋 陕西话 尤其是观众话 发音啊 生冷硬横 听感上直来直去 显得极为粗鄙 但实际上 我们陕西方言啊 古代时期被称之为叫雅言 您还别不信 我给您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屁 陕西人使用最多 表示拒绝的字眼 屁屁屁 这发言 这情绪 是不是比那个滚蛋 听起来还侮辱人 然而 这个屁啊 是回避的臂 我这边有点私事要处理 不方便接待您了 您先回避一下 这叫屁 都这么有礼貌了 您还觉得侮辱吗 除此之外啊 陕西还有很多形容实践的词语 比如说 叶梗 隔那一夜 继为昨天 年四个 年以是去 继为去年 够文雅了吧 不够 最文雅的词 出现在最常用的地方 我们陕西人把说话叫 粘串 你把粘串了啊 这才是最正经的 文艳味语法 明白了吗 虽然听起来像吵架 但其实啊 那么 这世纪人 从来都不说脏话 嗯